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里,我会分享一下我在伦敦经营一个小business的经历 特别是我在足球卡展上销售的一个经历 这个视频会分为三个部分 每个部分记录我一天在这个足球卡展上销售的一个经历 298磅出去 出发去卡丘 我们再混两个起司 看在火车,好香的样面 我们到了那个马场 里面就是那个场地很大的一个 我们来设置台 很多人都比我们早了 现在是早上大概8点15分 但是很多人已经摆完在聊天了 太早了吧 他们8点就可以进场了 我们摆好了 鸡蛋10米 来一个update 今天我们赚了203磅 现在是12点 还有4个小时 好多人啊 这么多的 我们回到家了 今天卖我的business非常成功 那我们就卖了298磅出去 298磅的卡 football card 它整个我们订的一张那个table 就是60磅 10点到4点 就可以在那里卖足球卡 或是篮球卡 任何卡类的东西 你都可以在那里卖 那今天比较多的是Pokemon的卡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那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在卖什么卡 so yeah this is it 今天的卖东西的box就到这里 i hope you enjoy and see you next time remember to subscribe here 这个足球card show呢 其实是有一些对于足球卡 Pokemon卡有兴趣的人举行的 这个就是英国一个平台 那个英国本地的人 还有在英国不同地方的人 一起进行买卖的一个platform 就有manchester来的 有美国来的 有birmingham来的 我现在在south campaign过来 那在英国不同城市的人 会来这里买卡 那我学到几个买卖的tips 第一个就是你要精心设计一下 你的怎么样摆你的卡 appealing good looking 自觉上有吸引力的店呢 卖的是最多 它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精心设计一下你的摆设 有很多人很早就来摆好这些卡 8点钟的时候7点 so yeah this is the great tips 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卡手里面 它的target audience很saturated 就是它的target audience 是喜欢足球卡 喜欢Pokemon卡的人 那你在这个买卖的会场上 你可以跟一些朋友交流一下 沟通一下 互相互相讨论一下你的卡 建立一种关系 良好的关系 在之后呢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更多未来的销售 那个collaboration so you can talk to them try to talk with other sellers and make a connection with them 好美丽 我们回家了 终于拿了这么多东西回来 回到家了 出发去Breaking Car Show 今天我们去另外一个Car Show 现在的时间6点27 好早啊 去坐火车 去Brighton 我们从Lindon去Brighton 这个火车站的风景太好看了嘛 The Shark 来回Lindon 叫Train 这个Google Apps 这边是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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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Brighton 我们到Brighton了 火车站很好看 这个火车站很好看 这个火车站很好看 我们吃一个早餐再去那里 我们吃一个早餐再去那里 我最喜欢的 里面有战士的 里面有战士的 好看 最特别是哪一张啊 最好看是这张吗 这两张最好看 最好看 800 300 300 8000 1200 800 150 150 5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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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磅 2磅 70磅 480 70磅 这个400磅 这个黑有点 不是正常买点 160磅 350磅 350磅 15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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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20磅 30磅 17磅 30磅 200磅 300磅 50磅 这是贵有便宜的 50磅 这是比较稀有的 这一排是最稀有的 最稀有的 还有卡通把的 我觉得这个挺可爱的 我们现在收拾了 后要走了 你觉得怎么回事 你觉得怎么回事 另外我学到的就是 adaptable 刚刚我们说了 那个 要visually appealing when selling 然后就是networking the value of networking building relationship with customers and sellers 第三个就是adaptable adaptable 去purchase mean like 你要就是会变通 在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 我卖了一天 卖了两天 我发现有些pattern 就是你要改变一下 你卖东西的位置 怎么样才可以令那个卡片的好看呢 怎么样摆放才是对你的销售有好处的呢 那在这个salon里面 我也体验到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保持那个竞争力 在这个市场上就是make more sales we need to like improve our like selling skills 整体来说这个足球卡的销售一个经历就是很好玩 但是也是很累的 因为你要很早就会到那个英国的场地 而且它这种卡售它的场地是不好找的 它经常都要转很多车 然后在比较偏僻的会场上面举行 这一点也是比较累 而且你要提着那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你的足球卡 足球衣服 so yeah it's a bit tiring 但是你还是可以把你家里面的东西卖出去 and then have a building connection network with people which is a great experience 那今天我就分享了我在轮斗足球卡上的一些销售经历 i hope you enjoy 那这里我记录了三天销售经历 我还把那个timeline放在下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意见的话 你可以留言在下面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mment down below and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See you later i know you will see ya i know you will see you if you guys want to pleas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